下面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一章的 1080建设工程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 那这个目标是什么 想一想我们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 那质量目标 进度目标 还有费用目标 费用目标站到业主的角度是投资目标 站在承包商 施工方的角度就是成本目标了 那我们下面就要运用动态控制的方法去来控制 主要讲的就是投资目标和进度目标的控制 那项目标动态控制的方法呢 它是项目管理最基本的方法论了 大家想一想我们在项目开工之前啊 都已经制定好了计划 那进度计划也有了 投资计划也有了 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受各种因素各种情况的影响 那能按照我们事先设想的这种计划 一步一步走下去吗 那肯定会有变动啊 那当出现了这样的变动 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节课要学习的内容了 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方法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第一步 首先我们已经确定好了计划 有了目标值了 然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去搜集实际值 用实际的和计划一比较 如果两者有差异 那我们就能够发现 那把一个差异找到了 进行差异的纠正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目标动态控制的方法 确定目标值 搜集实际值 两者比较来纠偏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 动态控制的工作程序 这个程序啊 同学们要标记一个重点号 这个知识点呢 是考试考排序题的一个考点 那第一步是做好准备工作 这准备工作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把目标分解 我们要把大的目标分解成小的目标啊 比如说质量目标是什么 投资目标是什么 进度目标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有了目标了 我们再来确定目标控制的计划值 这是第一步啊 先目标分解 再来确定计划值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呢 就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 目标的动态控制 这里一定要注意 我为什么要在实施过程当中强调这几个字呢 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来看实施过程当中 它又包括什么 又包括三步 实施过程当中是不是就能够获得实际值了 能够知道实际的进度 实际的投资 所以第一步 收集项目目标的实际值 那有了实际值我们是不是可以 实际值和计划值进行比较 定期的进行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那如果有偏差 采取纠偏措施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步在实施过程当中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步是目标调整 这个目标调整 大家要注意 这里有这样的几个字 如有必要 并不是我们发现有偏差 哎 实现不了了 那我调整一下 我目标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大家学习的过程当中说我定目标 我每天要学习四个小时 那我学了两天 哎 太累了 那我调整吧 我每天调整三小时吧 可以吗 不可以这样 当你发现自己定了四个小时的目标 你要想尽办法去实现它 而不是发现完不成我马上把我这个标准降低 不是这样的 而我们这里目标的调整呢 也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再来调整目标 那如有必要 当我们通过纠偏发现 无论你怎么纠偏你这个目标 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你才要调整目标 当调整完目标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又回到前面的第一步 又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程序了 好了 这个程序讲完之后啊 要给同学们明确从硬式的角度 要注意的几个点 第一个点呢 来看啊 在这儿 要知道一个结论 动态控制的核心是什么 两部分我也框起来了 是比较和纠偏是目标动态控制的核心 两者同时存在啊 比较和纠偏 然后这第一个要注意的要点 要知道这个核心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从出题的角度 排序题的角度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题目 问大家的是 整个动态控制工作程序当中的第一步 还是实施过程当中的第一步 如果问同学们 下列选项当中哪些是 动态控制工作程序的第一步啊 你选择的是准备工作 目标分解 确定项目目标的计划值 那如果在题干当中有 下列选项当中哪个是 实施过程当中目标动态控制的第一步 你选择到还能选目标分解了吗 就不可以了 此时我们要选择的就是 收集项目目标的实际值了 这是第二个你要注意的是 考排序题啊 那什么情况下选目标分解 什么情况下选收集实际值 然后第三个同学们要注意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题目说 发现偏差就调整目标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 只有我们通过纠篇发现 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 我们如有必要才调整项目的目标 好了要点给同学们强调到这里啊 接下来再来看这里 第二个知识点是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 纠篇措施 那这个措施 也是考试出的一个高频考点 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个题目 四类措施 组织措施 管理措施 经济措施和技术措施 那组织措施我们在1030已经学习完组织论有关的内容了 这个知识点对于大家来说就并不难了 那组织措施我们在1030讲了有哪些呢 有组织结构 有组织分工 有工作流程组织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做题的时候看到 有组织结构啊 与分工啊 与工作流程 与人员有关的这些内容 全部都属于组织措施 然后第二类呢是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呢又称为合同措施啊 那与管理与合同字样有关的就是管理措施了 比如说来看例子啊 调整进度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改变施工管理 那强化合同管理 是不是都有管理或者合同字样啊 然后第三类措施是经济措施 经济措施与谁有关 与钱有关的就是经济措施了 落实加快工程施工进度所需要的资金 哎你看到用钱来解决来纠偏 这就是经济措施 然后最后是采取技术措施 那技术措施 看看关键词是什么 调整设计 改进施工方法 改变施工机具 有调整有改变的 那这个就属于技术措施 好了技巧给大家说到这儿哈 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个知识点 就是我们在讲组织那里讲的 那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有三个因素吧 组织因素 人的因素 方法与工具 那组织因素呢 它是我们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然后在这儿我们就讲了四类措施 组管经济 给大家强调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 我们要通过组织措施去纠偏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组织措施 三面我们来看第三个知识点 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和主动控制 我们前面讲的内容是计划值和实际值 两者比较 这是动态控制吧 那我们在这儿再讲目标控制 还要特别特别重视主动控制 这个主动控制呢 就是事先的进行控制 比如说在项目实施之前 我们要实现分析在施工过程当中 可能出现哪些因素 导致我们进度延误或者是投资的超支 那我们把这些因素分析出来 提前制定好措施 就可以去预防这些偏差的发生了 这就属于主动控制 然后在这一页内容当中的第一句话 动态控制的核心是比较和纠偏 两者同时存在的 在刚刚讲解程序的过程当中 已经提现给大家交代了 我们再回忆一下 动态控制的核心是什么 比较和纠偏 然后接下来在第三个知识点这里呢 考试一种触提方式 会问同学们 下列选项当中 哪些是主动控制啊 或者哪些是过程控制的内容啊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再总结一个关键词啊 那在主动控制这里 我们记得关键词是 事前事先 先事前分析可能导致项目 目标偏离的各种影响因素 然后针对这些影响因素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了 而在实施过程当中呢 我们进行实际值和计划值的这种比较 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动态控制 是过程控制的内容 好了知识点呢 给同学们讲到这里 我们来做几个真题练一练啊 再来看2019年的这道单选题 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工作包括什么 第一点 确定目标控制的计划值 第二点 分解项目目标 第三点 收集项目目标的实际值 第四条是定期比较计划值和实际值 第五条是纠正偏差 正确的流程是什么 我们做排序题从哪里入手啊 从选项入手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前也可以从后 我个人喜欢从后后面的来比较 那我们来看排在最后的 有排第四条和第五条 那我们来看第四条是什么 定期比较计划值和实际值 第五条是纠正偏差 那肯定是第五条排在最后啊 所以A选项排在排除了 那这样BCD都是四和五四和五 那这样我们要进行123这三者来比较了 是不是 然后第一条呢 确定目标计划值 第二条是分解项目标 但是这两者谁在前呀 我们是不是应该将 我们项目的目标有三大目标 确定质量目标 确定进度目标 确定投资目标 目标分解之后 再来确定每个目标的计划值啊 所以应该是二在前 一在后的 然后接下来第三步是收集项目的实际值 所以这道题我们来看 C选项也可以直接排除在外了 收集实际值不可能是在最前面的 就可以B和D来比较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213L45正确答案选B选项 那在这道题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的 难就难在于同学们能够判断出来啊 首先肯定是确定计划值分解目标 那这两者呢 在确定这两者谁在前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点小迷惑 对不对分不清楚 那就记我们先把三大目标确定 把目标分解了 然后再来确定每一个目标的计划值 好了我们再来看16年和13年的这道考题啊 根据动态控制的原理 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第一步工作是什么 A调整项目目标 B分解项目目标 C制定纠偏措施 D收集项目目标的实际值 当我们在做题看到第一步的时候 你一定要认真审题是不是 要区分两种情况 问大家的是整个动态控制的第一步 还是实施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吧 而这道题呢 问大家就整个动态控制的第一步是什么 是目标分解 别定计划值了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那这道题我改一下 我问大家是根据动态控制的原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动态控制的第一步是什么 我改了 那这道题选什么 如果是实施过程当中的第一步 是不是应该选择的是 收集项目目标的实际值啊 那如果改了就选D 按照我们现在原题呢 选择的就是B选项 那大家做题的时候 无论题目问你哪个 你都要能够选择对 先把这个思路先捋清楚 看到第一步 你要看是整体的第一步 还是实施过程当中的第一步 再来选择正确答案就可以了 那我们针对这道题 题材和选项当中的内容 再做一个排序吧 那第一步呢是分解项目目标 然后第二步呢要收集目标的实际值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呢是两者进行比较 发现有偏差了 然后C选项 纠片措施排在第三步 然后最后如有必要 才调整项目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多选题 在一年一二年一四年考察的 都是相同的知识点考大家技术措施 下类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 纠片措施当中 属于技术措施的是哪一个 大家要找到正确答案 还要告诉我每个步选的选项 属于组管经济 这四类措施当中的哪一个 A调整工作流程组织 一看到流程 一看到组织直接属于组织措施 B调整进度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看到什么了 看到管理字样了吧 这属于管理措施 C改变施工机具 改变施工方法 A看到改变了 这个就属于技术措施 与机具方法方案设计有关的 都是属于技术措施 E调整项目管理职能分工 看到职能看到分工 又属于组织措施 所以正确答案是C和D 两个选项 再来看这道题 建设工程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核心是什么 A合理确定计划值 B认真收集实际值 C适当调整工程项目目标 D比较分析采取纠偏措施 哪个是核心呀 是比较和纠偏是核心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D选项 接下来呢 我们将1082和1083的内容放到一起来讲解 分别介绍的是动态控制在进度和投资控制当中的应用 原理都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程序 只是在这两个应用当中呢 有不同的考点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考点指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这个步骤 步骤呢 就是同刚刚原理一样 第一步是什么 进度投资目标逐层分解 然后确定计划值嘛 然后在动态跟踪和控制过程当中收集实际值 有了实际值了 实际值和计划值比较 有偏差来揪偏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进行计划值和实际值比较的时候 提示同学们有两项注意的内容 第一项注意的内容是 我们比较工程进度的计划值和实际值 那对应的工程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比如说进度都是两个单位工程的计划进度和实际进度 我们不能用这个是单位工程的计划进度 另外呢是分部分向工程的实际进度 这样比较就没有意义了 这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 第二个是我们在投资控制 它包括两个阶段 一个是设计过程的投资控制 一个是施工过程的投资控制 同学们思考一下两个过程哪个最重要 应该是设计过程吧 因为设计过程呢 它会决定你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 选用什么样的规格 什么型号的设备 所以花多少钱呢 在设计阶段呢 是已经确定的 所以在这设计和施工过程 投资控制最重要的是设计阶段 因为施工呢 主要是按照设计来开展施工 这是要注意的两个地方 然后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发现有偏差 那通过纠偏也无法实现目标的 那有必要再调整目标就可以了 下面呢 那我们来讲第二个知识点是投资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这个知识点呢 是一个高频烤点 首先大家来看黑板上我出现了工程计价的结果 有六个工程造价的数值 投资规划 工程概算 工程预算 工程合同价 工程款支付 还有工程决算 那针对这六个计价的结果 形成的先后顺序就同我们这里的箭头的方向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要将这六个工程计价的结果 给它划分为两个阶段 其中前三个 投资规划 工程概算 还有工程 预算 都是设计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工程造价的结果 而后面的工程合同价 工程款支付 工程决算呢 是施工过程当中的 那针对这六项工程计价的结果 从硬式的角度啊 大家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个呢 要区分针对这六个工程计价的结果数值 哪些是计划值 哪些是实际值 那大家想 这个结果是绝对的吗 比如说我说这个工程合同价 它是计划值 还是实际值呢 没办法判断 对不对 我们要看 它与谁来比较 如果我们工程合同价 与工程预算来比较 那预算 在工程合同价之前呀 所以与工程预算来比较 工程合同价就是实际值 那如果我们用工程合同价 与工程款支付来比较 此时合同价就变成计划的数值了 工程款支付就变成实际的数值了 所以这个是提示大家 我们在进行计划值和实际值比较的时候 要看看与谁比较 那结果到底是计划值还是实际值呢 不是绝对的 它是一个相对的 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个结论了 前面的是计划值 后面的是实际值 那比如投资规划 它就是一个计划值 而工程决算 它肯定就是一个实际值啊 而在中间的这些项 既有可能是计划值 又有可能是实际值 我们就看它与谁比较就可以了 这第一个 考试经常让大家区分计划值和实际值啊 另外一个 一定要注意区分 来看针对这六个计价的结果 我分了两个阶段吧 一个是设计过程 一个是施工过程 那这里考试也经常让大家来选择 下列哪些是设计过程 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哪些是施工过程 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比如说来看我说 工程合同价和工程预算 那这两者就是属于施工过程当中的了 因为实际值是施工过程当中的 那如果是工程概算和工程预算 这个是计划值 这个是实际值 这就属于设计过程当中 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了 我们教材当中啊 有给出 在设计过程当中 投资规划和工程概算的比较 工程概算和工程预算的比较 然后在施工过程当中呢 有工程合同价与概算预算的比较 有工程款支付与概算预算和工程合同价的这个比较 那这个大家不需要背哈 就理解 刚刚我讲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原理 前面的是计划值 后面的是实际值就可以了 然后细心的同学 在教材当中体现的内容会发现 它没有工程款支付和工程决算两者的比较 因为我们工程款支付本身它就是一个实际值的 对不对 那工程决算也是一个实际值 其实工程款支付的内容 它就是我们决算当中的一个部分 只不过工程款支付就是发成包双方的进行价款的一个结算 而工程决算是整个项目完成之后 业主来看这个项目一共花了多少钱 这两者都是实际过程当中形成的 并不是我们要依据工程款支付再来计算这个决算 所以注意这两者是不做比较的 这个是为什么教材当中没有两者的比较 大家就知道这两者都是实际值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做历年真题吧 用这两个题目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知识点的出题方式 应用动态控制原理控制项目投资的时候 属于一定要画关键点 属于设计过程当中投资的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那这两个比较的数值一定都是设计过程当中的 只要有一个是施工过程当中的数值 那就不应该选 来看A 工程概算与工程合同价 合同价是施工过程当中的吧 再来看B 工程预算与工程合同价 合同价施工过程当中的 C 工程预算与工程概算 这两者都是设计过程当中 那工程概算是计划值 工程预算是实际值 D 工程概算与工程决算 这个决算也是施工过程当中的 所以正确答案选C 那这道题如果我问同学们啊 下列选项当中是一个不定向选择题 属于施工过程当中投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我将设计过程改成施工 那大家来看选择哪一个 选择哪一个 施工过程当中 那只要比较的内容 有一个是施工过程当中的 那就属于施工过程当中的两者比较了 那答案是不是就是其他的 A B D 这三个都是属于施工过程当中的比较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啊 也是12年和17年考察的是相同的知识点啊 应用动态控制原理进行建设工程项目投资控制的时候 相对于工程合同价投资的计划值 那我们把合同价写到这儿 那合同价的计划值一定是在它之前所形成的工程计价的结果 A 工程预算 B 施工预算 C 工程进度款 D 工程决算 那进度款施工过程当中的签完合同施工过程当中 那结算也在合同价的后面 然后就剩A和B了 选哪一个呢 是工程预算还是施工预算呢 大家想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投资的计划值 对不对 那这个投资是站在业主角度 一定是整个工程的预算 而施工预算呢 那仅仅是施工单位承包企业 他来考虑他这个施工合同价的一个预算 所以B的这个范围是小的 并不是整个投资的数值的比较了 那符合提议的是A 工程预算 好了 同学们讲到这儿呢 我们1080目标动态控制的内容就讲解完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